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也要知道 太平天国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的 一个国家内战不断 对人民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 下李鸿章镇压了太平天国 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人民 前面我们说完了李鸿章的功 我们再来说说李鸿章的过好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李鸿章最大的过失就是代表中国亲手签订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 对于这件事情 有人说李鸿章是受了外国人的贿赂 才会签订那些不平等的协约 但也有说法说 李鸿章是被逼的 他自身是拒绝的 不过 究竟是什么情况 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传言 在李鸿章去世的前一个小时的时候 李鸿章的身体已经严重不行了 但俄国使者仍然在他的病床前要求他签订协约 我们假想 如果李鸿章是为了财富和地位 采取切那些协约 但那个时候李鸿章已经命不久矣 他何必为了那些身外之物再背负骂名 李鸿章第二 各过失就是因为指挥失误 让整个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李鸿章因为组建北洋舰队而受人夸赞 也因为让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背负骂名 而甲午战争也在北洋舰队的覆灭中结束了 李鸿章只能为自己的错误再次承担 只不过是要国家为他买单 通过对李鸿章公语过的分析 小编认为 我们并不能站在一个上帝的视角去评判过去的人 这都是不客观的 毕竟 一切的公语过都是因为历史的大环境影响造成的 而李鸿章也只是遵从了这个大环境 好 下绹宾 下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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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